大家好 那个昨天是如期下跌啊 就是这个关键位是没有突破无效 是判断正确的 就是接下来我们今天分享三个问题 主要是未来的走势 还有时间问题 呃 还有一个福利 就是通过这个注册 OK 呃 可以有35%的返现和会员使用权 就是有20%平台的 还有我们系统自动打到你账户里15% 这是论坛的使用啊 有什么问题 就是为了更好的使用 因为呃 不同的设备的充值有有有有有些问题 啊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策略啊 就现货方面 我们就是这是自动生成的系统 就是自动就是适当的 也要减仓啊 因为到时间周期了 时间临近装窗口了 呃 就时间周期我们要讲一下这个时间周期啊 呃 我这一波反弹是这一波是对前面一波的下跌的一个反台啊 就是反作用力啊 就是前面一波他要有一个反作用力 呃 我们说一下时间因素的关系啊 就是倍量时间因素的关系来判断他的反弹周期 就如果这一波下跌的周期为T的话 那反弹周期在2T就是呃就是他的偶数倍的TT他的偶数倍的时候啊 我们要尽量注意一点啊 这这些因为呃偶数倍呃代表是就是反弹的一些就是偶数嘛 他反应的就是因因性呃呃就是他反反弹的一个倍数关系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下这是倍量关系 还有就是今天的他反弹既然是反弹的话呃就是我们要走几种模式 我们接下来要分析一下呃这个反弹的就是还是先说一下今天的操作啊 合约上还是逢高放空今天要说一下什么叫逢高放空 这个山寨币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指标呀 呃现在不讲反弹的模式呃现在分为两种啊 前面的前面的一波反弹是abcabc已经走完了 下面要走另另外一个另外一个abc啊 就是这是abc啊这个这个软件的问题啊 就是走走一个走一个abc的模式就是呃他有两种两种模式啊就是反弹的模式本来有三种 我们现在排除了排除了一种走走的两这是小级别的abc啊 小级别的abc要走这个啊但是我们从整体上来来分析这个反弹的模式啊 我们呃大的方向上来来分析一下他的反弹模式啊 就是反弹模式他就是要走一个333的就走一个333的模式啊 这是第一种模式啊就是每一波有333的一个收敛三角形的模式第二种模式第二种模式就是走一个呃平台的呃335的形式啊 就现在我们倾向于走335的形式就是说这个关键点就是在这个关键点的位置 是呃这个 嗯先把它删了 我们为什么要弄呃那个就是因为这个这个点位啊 嗯它是不同平台不一样的 所以嗯就是这个这个这这个线口的位置是是也不是说它是关键点的 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支撑在这边反弹在在在下筹他要走一个abc 所以说两种模式啊两种模式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呃论坛上是都有的就是反弹的模式啊就是详细的说明都有的这个这两种模式只是调整而已这次作为首选你搜一下小程序就可以找到了 还有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排除了三种模式就是在这边呃调整模式啊其实有有有三种啊有三种 据此形我们就是说据此形我们已经嗯那个排除了就是说所以还有两种模式啊 这两这个基础知识都有了在这个详细介绍里面都有呃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在这个BTC和和以太坊之间的一个共振共振关系啊现在是比特币走走走的相对弱势啊就是弱势的话就是他在比特币的这个先把这个钱昨天画的昨天画的那个就是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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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口的位置我们 我们是作为一个ABC的ABC的ABC的一个不是这个画的有点有点那个有点大呀他他也是这两种模式就是这两种模式我们在这个位置要注意一点就是他的力度呃力度和呃和和和就是关键位的一些一些那个形态吧就是我们在这边去看 其实已经讲过了就是说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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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不管你是平台型还是收敛三角型 它都是一种仅仅是一种反弹 它只是一种反弹 就是说我们还是一个看反弹 不是说它是要走一个趋势 这个下面就是走三 下面就是走三 再下一步是走三还是走五 我们这个三走完以后再判断 所以说这个我们已经讲清楚了 今天已经讲清楚了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逢高放空的问题 还有一个对对称和收敛的 我准备到下一次来讲解 因为这个内容比较长 下一次来讲解 就是非对称和对称和收敛 这个关系也是很重要的 等明天再讲这个问题